菲律賓最大的百貨SM集團就佔了前四名 分別是 Edison Noise Vegamo Sou Wu Seaside 接下來很快帶大家來看一下 台灣菲律賓前十名的富豪榜 他們的財富差距 菲律賓的企業家還是相當厲害 絲毫都不比台灣的企業家遜色 歡迎收看菲羅達人 跟著Ricky一起走進菲律賓 今天這支影片要跟大家分享 2021年Phobis富比式富豪排行榜 菲律賓的富豪Top10 並且要介紹這些富豪們 是靠什麼產業發家致富的 影片最後也會介紹 菲律賓首富、台灣首富相比 身家更是驚人 Alright,直接進入主題 富比式9月初公布的菲律賓富豪榜 儘管這兩年遇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但菲律賓最富有的50人 財富仍增加的30%達到790億美金 比較可惜的是菲律賓華裔富商 露休旦陳永哉 他的菲律賓航空因為疫情的關係 航班縮減因而申請破產 他的財富也縮水不少 從2020年第3名下降到第12名 我們接下來看看菲律賓前世面的富豪家族 首先介紹第10名 TC Blinks正式家族 身家有22億美元 JOGT鄭紹堅所創立的首都銀行Metrobank 在過去幾十年裡發展成為菲律賓最大銀行 並且穩居菲律賓銀行業龍頭 將近20年時間 他還跨足到房地產、汽車製造、旅遊 甚至電力等多元領域 構築實力非凡的企業王國 首都銀行和日本豐田合作 發展成為菲律賓最大的汽車製造公司 汽車銷量連續20年佔據菲律賓第一名 市佔率更高達40% 他在經營房地產也相當成功 鄭紹堅創立的聯邦地產 Fedoral Land 在菲律賓房地產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鄭紹堅2018年離世 留給子女的財富累積達到22億美元 Raymond M身家23億美元 Raymond M是菲律賓歷史最悠久的企業之一 Semi Guild 勝利集團的總裁 Semi Guild 最初是一家釀酒廠 創立於1890年 勝利集團於1900年代開始 便將其菲律賓業務多元化 現在不只生產啤酒 還有汽水、零食、家禽肉類等產品 有完整的產品線 勝利集團逐漸成為菲律賓最大的 食品包裝一條龍的集團 也是東南亞最大的食品集團 該集團今年多角化經營進軍電力 基礎建設、煉油等產業 萬化菲律賓最大電力公司SMC 以及高速公路、長灘島機場等項目 此外,勝利集團在菲律賓也有一支籃球隊Bearman 勝利集團一年營收佔全菲律賓GDP5% 在菲律賓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安朱蛋無從滿,身家26億美元 安朱蛋是Alliance Global的主席 這是一家大型的控股公司 最知名的品牌應該是MegaWorld 也是菲律賓相當知名的地產開發商 並且經營全球銷量最大的 白蘭蒂公司 另外,他也簽下菲律賓麥當勞的特許經營權 在菲律賓經營600多家麥當勞素食餐廳 Toni Tancatong 陳爵忠身家27億美元 Toni Tancatong是菲律賓Joliebee的創辦人 也是打敗麥當勞的那個男人 Joliebee Food是世界上增長最快速的 亞洲連鎖餐廳之一 除了Joliebee快樂風的品牌 還有中式素食、超群Chalking Pizza店Greenwich Pizza 蛋糕麵包店Red Ribbon 烤肉先生Maina Sal 甚至取得漢堡王Burger King 在菲律賓的經營權 我在網路上找到這個數據圖 統計2017年菲律賓各個餐飲品牌 在市場的Market Share市占率 Joliebee11.9% 麥當勞10.5% 光看市占率好像差異不大 但我們再把整個Joliebee Food Corporation的餐廳加總起來 Joliebee11.9% Chalking5.9% Maina Sal 5.5% Greenwich3% 這些加起來就佔了26.3% 看到這個數字就更驚人了 在菲律賓眾多的餐飲品牌裡面 每4間就有一間是出自Joliebee集團的 第六名Dennis Anthony and Maria Grace Wee 身家28億美元 Dennis Anthony Wee和他的妻子 Maria Grace 創立了Converge ICT 這是菲律賓最大的高速互聯網 Converge ICT的網路服務現在已經覆蓋 旅宋島200多個城市 有600多萬個家庭使用他的網路 Dennis Anthony Wee 在他11歲的時候才從中國移民到菲律賓 當時他不會說英語也不會說Tagalo 但是他一步一步克服困難 逐漸創立自己的網路帝國 Dennis Anthony和Maria Grace Wee 還有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菲律賓富豪榜裡面大部分是家族企業的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 財富累積三代才逐漸各聚三頭 但這對夫婦他們現在不僅是億萬富翁 而且還是白手起家 今年才一舉站上菲律賓富豪榜前10名的最新成員 第五名 Hime Zobel de Ayala 身家33億美元 Ayala集團和CSM集團 都是菲律賓數一數二的大集團 Ayala Mall Ayala地產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也許大家不知道 Ayala集團是從一間釀酒廠開始的 後續才擴展到銀行 房地產 酒店 電信和教育產業 Ayala是菲律賓首區一職的地產開發商 而他們會逐步成功 是因為獨到眼光的造證計畫 菲律賓目前最核心的城市 馬尼拉的Makati BGC 還有蘇烏的ID Park 都是出自Ayala集團的精心傑作 在馬尼拉還有Arca South Secret Makati Park Link 等醞釀中的新市政計畫 投資菲律賓房地產 大家都相信 Ayala的案子相對保值 一些的造證開發計畫 也為Ayala集團帶來可觀的財富 第四名 Let's go 空位 吳施農和他的兄弟姐妹 身家44億美元 吳施農和他的兄弟姐妹 從他們已故父親吳亦輝那裡繼承了 龐大的遺產 他也是菲律賓相當有名的華商 最早是從事玉女某本工廠 後來企業逐漸壯大 陸續投資 蘇烏太平洋航空 Sapu Pacific 他們也經營電信公司 Sung Cellular 他們家族企業還有Robinson Sport 以及Robinson Land Robinson Sport 雖然不像SMall這麼多 但在菲律賓許多大城市也有 也是很重要的零售百貨業 Robinson 地產開發 知名度也很高 博弈匯於2019年過世 也是一代傳奇華商 Enrique Razon Junior 身家58億美元 Enrique Razon Junior 是菲律賓國際貨櫃的龍頭 專門做船運 2021年台灣的長榮 揚明海運 受惠於疫情關係 物流需求大增 股價上漲 而Enrique Razon Junior 就是菲律賓的航海王 稱霸國際貨櫃海運 另外他也經營五星級飯店賭場 之前這支影片介紹過 馬雅灣區有很多的賭場 其中這一間 Solaire成立賭場度假村 也是他們家的 Manuel Villa 身家67億美元 Manuel Villa是房地產開發商 Vista Land主席 另外他也營運了Vista Mall 值得一提的是 菲律賓富豪榜的前10名 不是華裔就是西班牙裔 而Manuel Villa則是菲律賓人 在外國人夾擊之中 殺出血路 而且還是個人資產 不是家族財富累積 就能高居第二名 這真的是一項很了不起的成就 菲律賓富豪培養榜的 第一名就是 C Siblings 施家 他們的資產總額高達 這個C就是福建話 施的發音 而姓施的家族當中 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 前菲律賓首富 施智誠 他真的是一位傳奇華人企業家 是SM集團創辦人 產業遍布零售 銀行 不動產等領域 之前連續11年 蟬聯菲律賓富豪榜排名首位 據富比式統計 施智誠身家曾經達到190億美金 在菲律賓名店第一 全球排名第52名 SM集團是菲律賓市值最大的公司 集團從製血起家 後來轉向百貨零售業 並跨足不動產開發 設立營造公司 收購BPO銀行 並開設五星級飯店展演中心 都有相當不錯的成績 SM集團的百貨商場 平均每天吸引350萬人上門光顧 去過菲律賓的朋友 應該很多人都去過SM百貨 菲律賓最大的百貨 SM集團就佔了前四名 分別是Alessa Norse Megamo 蘇烏的Seaside 還有在灣區知名度最高的Mofasia SMDC是旗下的地產開發商 在馬尼拉灣區有一整片完整的填海造成計劃 也是博弈特區的精華地段 如果不是碰上疫情 這一塊土地前幾年的房市交易相當火熱 以上就是2021年菲律賓富比式排行榜的前十名 從上面的資料可以看到第一名的 C-Siblings施家兄弟姐妹 他們的財富有多驚人 總而比第二、第三、第四名加起來還多 有此可見之前的菲律賓富商施智成 他的財富有多可觀 另外一件有趣的現象 菲律賓前十大首富有六位是華裔 三位是西班牙裔 只有第二名的Manuel Villa是菲律賓人 而且他僅憑個人資產就佔據到第二名 所以他也相當厲害 而有此也可知 富可敵國的華人企業家們 真的掌握相當程度的菲律賓經濟 接下來很快帶大家來看一下 台灣、菲律賓前十名的富豪寶 他們的財富差距 首先第六名 鴻海集團郭台銘、郭董 70億美元 第七名 汪汪集團蔡也銘 61億美元 第八名 廣達電腦林百里 58億美元 第九名 國際集團陳泰銘 50億美元 第十名 長春集團林書宏 48億美元 接下來第五名 日月光集團的 張前生、張紅本 他們的資產是 72億美元 第四名 鼎青集團魏家兄弟 78億美元 第三名 富邦金控 蔡民中、蔡明星 資產總額 79億美元 第二名 國泰金控 蔡宏圖、蔡政達 他們的資產總額是 92億美元 接下來第1名 台灣首富 華麗實業 張聰淵 他的身家總額有 138億美元 看完上述 台非首富的比較 Wiki真心覺得 菲律賓的企業家 還是相當厲害 絲毫都不比台灣的企業家 遜色 菲律賓十大富豪 不論本業是 製造業、 餐飲服務、 百貨零售業 還是銀行金融 幾乎每個集團 都有涉獵地產開發項目 並且靠購地、造政、蓋房子、 發大財 這些集團富豪們 靠著投資土地、 地產開發 而發家致富 雖然我們沒有向他們 各個含著金湯匙 有雄厚的家族勢力 但也有機會靠著 投資不動產工具 賺取租金被動收入 未來再靠著房價漲幅 轉賣賺價差 房地產真的是 相對保值的投資工具 今天影片先到這邊告一段落 你們還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的頻道主要是分享 跟菲律賓相關的 趣文、文化 還有房地產投資資訊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主題 拜託訂閱菲偶答案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選擇所有的影片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所有的影片囉 我是Ricky 祝福所有觀看影片的朋友 事業亨通 發大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第四名 Let's go 空位吳怡農 和他的兄弟姐妹 吳施農 吳怡農 吳怡農是 是國民民進黨那個嗎 對啊對啊 好,好嗎 哈哈